接着带你来看到玉里一家五金卖场遭到罪汉众火引起大火 索性当时玉里分局的教官在回家的途中经过 及时发现立即跟友人扑灭火势 而玉里分局申请鞠票火速载人 依公共危险罪将良性嫌犯移送法办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一名男子骑着单车经过玉里某间五金卖场 看到卖场前有纸箱就低着头点火 离开现场之后过没多久箱子就冒出烟燃起火来 索性当时玉里分局教官回家途中经过 突然发现有火光而且越烧越大 赶紧射水灭火 现场录影搜证之后赶紧通知店长 掉了监视器才发现遭到纵火 你射前纵火罪啊 我们现在居票把你带回去 有洗手台所以我们就一起就是赶快先把火扑 隔天店长也看过监视器发明之后 确定是有人去点火了 店家表示不要用的纸箱都放在店外面 凌晨就遭到醉寒纵火 而醉寒绕来绕去又绕回来点火 而确认有人纵火隔天就报警 经钓越景象追查 锁定一名男子涉嫌重大 随后向花莲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局票获准 晚间23时前往梁南处所 将其上靠逮捕 警讯后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申办 梁姓范贤平时打零工为生 是怯到惯犯 上次就闯入狱里面来行怯 当天喝得醉茫茫 骑着脚踏车在镇上闲晃 又看到店家将纸箱都丢在门口 觉得店家乱丢垃圾 就用打火机点火将纸箱烧毁 不过这个举动不仅违法 还依照公共危险罪 将良性犯嫌 移送法办 记者高雙雙张明泰 玉璃镇采访报道